All we need is somebody to lean on 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 欢迎来到BOSS经济世界 我是BOSS 近期有消息称我国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出现下降 部分地区甚至传出退保潮的现象 这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那么 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医保制度改革又面临哪些挑战 让我们一起来分析探讨 首先 我们来看一组最新的官方数据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 2024年1月底 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为14.2亿人 环比下降0.35% 其中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9.52亿人 环比下降0.21%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4.68亿人 环比下降0.54% 从绝对数字看 参保人数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但国家医保局方面解释称 这主要是由于人口老龄化 人员流动等客观因素造成 整体医保覆盖率在95%左右 大体保持稳定 然而 我们从地方反馈的情况来看 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医保参保形式则令人担忧 比如安徽省富阳市影泉区 2023年该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仅为75.6% 参保缺口高达24.4% 类似情况在贵州 甘肃 青海等西部省份也时有发生 究其原因 主要是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相对之后 财政收入有限 难以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足额的财政补贴 加之当地居民收入水平较低 缴费负担沉重 导致大量居民主动退保 以贵州省为例 2024年该省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为640元每人年 但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3725元 财政补贴仅占4.7% 相当于要拿出近20天的生活费用才能缴纳全年医保费用 对于许多农村家庭而言 显然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面对如此窘境 一些地方政府开始采取简单粗暴的手段 例如贵州同仁市的做法引发了广泛争议 2023年该市突然宣布 对于未参保且拖欠质纳金的居民 将采取扣押其财务 纳入失信人员名单等承接措施 这种做法旨在提高参保率 但操作方式过于简单粗暴 不仅引发民怨 还容易滋生腐败 很快的 同仁市政府不得不做出调整 采取更为温和的方式来化解矛盾 从这些个案可以看出 要推进中国医保制度的公平性 可及性 关键在于要切实提高广大农村群众的收入水平 让他们真正有能力长期参保 因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特别强调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切实扛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政治责任 这也是解决医保制度公平性 可及性的重要着力点 除了增加财政投入之外 从体制机制层面上 也有诸多急需突破和完善之处 比如 在医疗资金使用方面 制度缺失使得一些医疗资金跑冒低落 以陕西省为例 审计署曾多次审计发现 陕西省财政专项医疗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存在诸多问题 比如未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补助资金 滥用挪用医疗补助资金 虚构医疗费用骗取补助资金等 仅2019年就有8.41亿元资金流失 可以说 如此大量资金的流失 给当地财政医疗保障带来沉重负担 无疑加剧了医保资金的紧张局面 从而影响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 因此加强资金管理和监管 堵住制度漏洞显得格外重要 再者 医保基金的支出结构急需优化 目前 我国医保基金大头主要用于支付医疗费用 但临床医疗费用不断上涨 正加重着医保基金的支出压力 以江苏省为例 2022年该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234.9亿元 同比增长12.4% 其中医疗费波幅222.8亿元 占比高达94.8% 当前 医疗费用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 一是医药价格虚高 二是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前者主要源于国内医药价格形成机制的缺陷 导致药品耗材等价格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后者则与医疗资源总量不足 区域分布不均等因素有关 以卫生人力资源为例 我国每万人口拥有职业医生数仅为2.4人 仅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 但在一些发达地区 医生数量反而过剩 此外 个人自付的医疗费用也成为困扰多数家庭的沉重负担 比如山东省就曾经出现过一例十分典型的 过万元看伤寒的骇人事件 2019年 一名患者在燕台市一家三级医院就诊伤寒 收获一张高达1万1158元的账单 其中包括非常规治疗1040元 中程药4263元 手术费7800元等 虽然这一事件在当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但类似情况仍时有发生 综上可见 我国医疗服务价格虚高 个人负担沉重 医疗资源配置低效 都加重了医保基金的支出压力 要从根本上控制医疗费用 尚需采取全方位综合性的深化改革措施 比如在医药价格方面 要进一步加强医疗服务价格体系改革 形成公平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推动降低医药耗材价格 同时深化分级诊疗制度 引导患者合理就医 减少过度医疗浪费 再者 要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进入医疗服务领域 引入竞争机制 提高行业运营效率 除了医药价格和资源配置低效之外 过度医疗和不合理就医行为 也是加重医疗费用负担的一大诱因 比如 滥用抗生素 过度检查等过度医疗现象 在我国仍很普遍 据测算 目前我国每年因不合理用药和检查 浪费约2000多亿元医疗资金 再比如 我国分级诊疗制度覆盖面仍较窄 很多患者存在着大医院急报 小医院冷清的就医习惯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要遏制过度医疗 需要从制度层面加以管控 一方面 强化医疗质量监管 对违规行为落实严惩 另一方面 健全医生薪酬分配机制 减少医生过度诊疗的动机 同时 还要加强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 引导患者合理诊疗 总之 只有从源头遏制了不合理医疗行为 医疗费用的无序增长 才有望得到有效控制 另一方面 我国医保基金的支出结构 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把更多资金投入到预防性医疗等领域 要真正发挥好医保制度的保基本 防重大疾病的功能 比如在老年防抗领域 目前政府支出投入严重不足 2022年 我国卫生总费用为8.1万亿元 但其中公共卫生支出只占5%左右 远低于发达国家20%的平均水平 这导致我国缺乏系统性 专业化的老年医疗保障服务体系 给广大老年群体的健康和经济安全带来沉重压力 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再比如在重大疾病救助方面 也存在不小的缺口 尽管国家近年来不断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 但对于一些救治费用高昂的疾病 患者的自负比例仍然很高 比如针对恶性肿瘤治疗 官方今年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 患者的自负比例平均约为35% 远高于群众承受能力 同时对于一些尚未纳入救助病种的非常见病 高发多发病 医保基金支付的比例也很低 因此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 对重特大疾病救助力度 并合理扩大常见病重的覆盖范围 不断提升全民医保的真正保障能力 最后还必须高度关注医保基金的 长远可持续发展问题 当前我国基本医保基金 入不敷出的隐患日益凸显 以城乡居民医保基金为例 2022年全国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收入 为9234.8亿元 支出却高达9463.1亿元 收支入不敷出228.3亿元 反观发达国家 医保基金一般可维持30到50年左右的消费能力 造成我国医保基金入不敷出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是参保人群老龄化 加重了支出压力 另一方面则是基金筹资渠道过于单一 主要依赖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 要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关键在于要拓宽医保基金的多元筹资渠道 形成多方参与的良性循环 比如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 我国可以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成本分担比例 防止道德风险 再者还可通过征税等方式 让企业和个人为员工缴存医保基金 此外政府还可考虑用财政盈余 彩票公益金等收入给医保基金贴补于缺等 当然 扩大筹资渠道并非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除了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的无序增长之外 我国还需进一步加强对基金使用的监管管理 杜绝资金挥霍浪费 真正做到用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收益 综上所述 面临人口老龄化 医疗成本上涨等挑战 中国医保体系的公平性 可及性和可持续性都面临严峻考验 要破解这一难题 需要全面深化医疗卫生领域体制机制改革 从制度顶层设计到具体操作层面 都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 比如优化医保基金筹资使用 加强资金管控监管 比如深化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再比如鼓励社会资本进入 为行业注入新的活力 只有从根本上遏制医疗费用 无序增长 健全基金筹资机制 加强分级诊疗和预防保健 才能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 享受到优质高效经济的医疗保障 减轻看病贵看病难的痛点问题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分享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另外 本频道已经开通了会员服务 成为会员的朋友 可以率先了解本频道最新的节目内容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本频道的VIP会员 我是Buzz 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